在台中一间水产公司的负责人 不堪疫情造成公司的营收减少 竟然涉嫌把888盒过期将近一年 鱼卵花枝卷 亲自他改保存期限标签之后 再交给不知情的员工上网贩卖 幸好警方接获检举及时的查获 而这批过期的花枝卷没有流入市面 检方依照卫造文书还有诈期取材 将负责人提起公诉 最终可能面临五年行责 警方和卫生局人员来到这间水产公司 在里头当场发现了好几箱 已经过期的鱼卵花枝卷 而他的标签上头 制造日期和保存期限 全部都被篡改过 一共888盒的花枝卷 统统被贴上封条 原来警方接获检举 说这间水产公司的百姓负责人 疑似因为不堪疫情影响 营收锐减 涉嫌将去年四月就已经过期的花枝卷 重新改标签后 再让员工拿到网路上直播贩售 他的工程是因为疫情影响 以至于他的销售业绩不好 那为了弥补他的亏损 才想到说更改标签包装的方式 来贩售他这些水产食品 而这间水产公司 经常在网路上直播贩售商品 而实际来到工厂 里头对员工一见到媒体上门 立刻落下铁门 由于证据确凿 百姓负责人事后也坦诚 为了弥补亏损才偷偷改标 但幸好这些过期的花枝卷 还没有流入市面 不然吃了过期的海鲜食品 很容易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消化道疾病 而百姓负责人涉嫌未造文书 和诈欺取材未遂等罪嫌 被检方提起公诉 最终恐怕将面临五年徒刑 借降无福宴台中报道